谁死谁生 跟老百姓有啥关系 都你们大清庞你们皇家的事 爱谁死谁死对吧 第二 有人说 皇上还把他妈给吓见 还有这事 讲十条 你说老百姓能记得住 我告诉你这都假的 老百姓记得的就是前面的话 假的那句话 你说是吧 不是 你知道江湖上为什么 皇上跟我喊 全中国老百姓没有 你知道永正做的坏事 谁告诉人家的 皇上亲自的告诉他 这也是 傻子 聪明一世 糊涂一世 皇上也有犯傻事 那皇上是怎么死的 这就说到了先皇上就死 皇上 这第六点啊 迷恋丹药 雍正你想哪个皇上死啊 他像你的老大老二老三 老大皇上老二 皇后的儿子 皇后的儿子 皇太子 老三在所有的孩子 最聪明 老四 你就是你爸爸跟你妈偶然的疫情 跟你有啥关系啊 有你什么事儿 印针 一生最大的嗜好 就是练丹药 就是练丹的食药 练丹 他好玩 自己亲自里 不是他皇上 圆编那时候 圆编也有小村 将来我们去看 中国北京 有两编里都有那个石头的船 大石头石房 一个编里有一个 源编里有一个 这俩是同一块石头 OK 一样大 这石房 编里人石房 旁边这块就叫求新闻 干嘛呢 咱们练丹 练丹丹 第一件事儿 先给手下这件事儿 第二件事 自己吃 第三件事 发给李渭一份吃 第二件事 自己吃 第三件事 给李渭吃 他跟李渭关系特别好 所有人都想李渭 而且还给李渭开饭 开药饭 怎么吃 李渭五天罢 李渭想 李渭一渭 李渭没渭 李渭每次都减少三分一 剂量都少了 所以李渭比他多过三年 第四 都吃完了 给华人送给他 他真是一个